劈腿這件事情呢 你原諒他的 不是只有原諒當下的那一次 而是原諒往後日子你想到的每一次 雖然說分開這件事情當下會很難過 可是也是對自己一種仁慈的方式吧 至少你不用再活在這種 被背叛的陰影裡面 嗨大家好我是小Loco 今天又是我們的化妝聊天 首先呢化妝前先來夾個睫毛 我家樓下最近正在施工 所以等一下可能會有一點 請大家見諒 今天有個朋友跟我講說 他被叫我很久的男朋友劈腿 所以今天就來跟大家聊聊劈腿這件事 發現被劈腿的當下都是非常難受的 你會覺得你被最信任的人背叛 被背叛的感覺真的很差 我以前呢也有被劈腿的經驗 有一天晚上呢我就吸血來吵 剛好在看他手機裡面的照片 因為他有時候會偷拍我嘛 所以我就想說來看一下他有沒有偷拍我最近的照片好了 結果呢我就在他的手機裡面呢 近期的照片裡面就發現一張他的自拍照 那個自拍照呢就是他的畫面就是非常的隨性 因為就是他還戴著安全帽 然後隨手一拍那種感覺 不是那種精美的自拍照 有點像是那種在跟女朋友抱貝說 欸我現在在哪的那種感覺 我那時候就想說 欸這張照片他沒有傳給我啊 以我對他了解他不太會拍這種照片 這時候我的那個女生的第六感進絕 就是想了叮叮叮叮叮 然後我想說看一下他傳給誰 然後這時候他已經在我旁邊呼呼大睡了 他已經睡死了 然後我就想說我們先從Line好了 就看一下Line 就看到了有一個聊天視窗 然後那個聊天視窗呢 是關閉提醒的 而且是一個妹子的大頭照 雖然說看別人的手機是很不好的一件行為 可是呢今天這件事情 雖然是一個例外吧 所以我想說好那我就點進去看一下 不看還好 一看真的是不得了 我就看到他跟一個女生呢 直接在裡面大聊特聊 他前面的對話訊息呢 也都沒有刪 已經有聊好一陣子了 然後就是在裡面聊各種色啦 就是真的是 那個內容如果給大家看的話呢 真的是這支影片呢一定會被黃標 他還在裡面呢 有講到我跟他之間比較私密的事情 我覺得你要跟別人聊色就算 你幹嘛要在裡面講我們的事情呢 真的很不尊重人耶 那個女生自己本身也是有男朋友的 也就是他們是各自都有另外一半的 然後我看到當下呢 我就默默跑到客廳 然後就把這些對話紀錄把它看完 我看的時候呢 我內心是一直在發抖 可是我非常冷靜 看完之後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截圖 先把所有的內容呢 把它複製下來 因為我怕到時候要找他心事問罪的時候 他這樣子一滑 整個刪掉了 我就無言以對對不對 我就先把它備份下來 然後全部傳到我的手機裡面 然後我看完了他們的對話紀錄之後呢 真的是內心感覺到非常的震撼 我其實看不太出來 他竟然會做這樣子的事情 他平常就是非常老實的 然後很木納的那種的 但是他在跟對方聊天的時候 就是那種很像很飄沛的那種男生 就是他在對方的面前是另外一個狀態 然後看完之後呢 我就收拾一下自己的心情 先做幾個深呼吸之後呢 我就緩慢的走到房間 然後就這樣輕拍他 就叫他欸欸欸起來 然後就是大夢初醒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他說怎麼了 然後我就說 你可以回家了 我們分手吧 然後他想說發生什麼事情了 他就問說為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就說 你做什麼事情你自己心裡知道 然後他就開始不承認啊 他真的還把那聊天紀錄刪掉 果然跟我預想的一樣 我就也不想要跟他廢話講太多 我就請他離開 那些對話紀錄到現在已經過了好多年了 前一陣子呢 我跟朋友呢 聊天的時候聊到這個人的時候 我還把他拿出來看 然後一樣還是會感覺到很傷心 只要你發現對方背叛你之後 即使你真的再喜歡他 你內心都好像沒有辦法原諒他 就有些人可能是結婚了 然後就會想說 喔可能看在很多年的感情份上原諒他 又或者是看在小孩的份上原諒對方 可是過了一陣子之後 你就會發現其實沒辦法 因為你還是會想到 雖然說分開這件事情 當下會很難過 可是也是對自己一種仁慈的方式吧 至少你不用再活在這種 被背叛的陰影裡面 當這段感情的發展已經不如你預期的時候 不論是你們之間有多少問題沒有解決 又或者是 他的反應成長不如你的期待的時候 我知道很難割捨 然後會想要從外面尋找安慰的那種感覺 但其實在做這件事情之前呢 要先問問自己 這段感情還是不是自己想要的 如果是的話 那就再嘗試 可是要給自己一個期限吧 在這期限到之前 要全力一復的去改變 那期限到了 如果還是沒有改變的話 即使在我覺得也要冷痛割捨 割捨之後呢 你再去找新的發展 我覺得也會比較好 那再來我覺得有些人劈腿呢 是因為 他喜歡 刺激 我曾經在我的招寫寫裡面 有寫過一段話 我寫的是 他不是比較喜歡你 所以選擇外遇 他只是比較喜歡刺激 有些人是真的喜歡那種偷的感覺 就像你們可能看一些什麼 影集啊 或什麼的 就會看到有一些家裡明明就已經很有錢的人 可是他還是會選擇去偷東西 為什麼 並不是因為他買不起這些東西 而是他喜歡那種偷的感覺 偷不被發現的感覺 是會有一種刺激感的 再來第三種呢 是他不買足 他會希望自己是重心拱躍的那一個 我有聽過一個朋友說 他有個朋友呢 是不只是女朋友 就正攻 他還有小三小四小五 一個人要應付四位 我真的覺得太強大了 到底是怎麼辦到的 像我平常在修圖好了 我可能會覺得 喔一個軟體沒有辦法修到 全部我想要的效果 所以我修完這個軟體之後 我又換下一個軟體 再去修特別一些地方 然後就這樣子 一張圖可能要透過很多軟體 才可以修到我想要的效果 對他來說 感情也是這樣子的 他必須要透過很多不一樣的人 才能提供他想要的完整 可是我覺得 如果要這樣子的話呢 就不要穩交 你就會保持單身 我單身我自由 我想要有絕對的自由 我做任何事情 只要對得起自己就好 那說回來 被劈腿者呢 當你發現被劈腿的當下呢 一定都是非常的無可置信的 我覺得他會有很多個轉折 就第一時間你會覺得很憤怒 就會覺得對方怎麼會這樣 然後你會覺得被背叛 接下來下一個階段 你可能會開始陷入自責 因為你會覺得說 為什麼對方會這樣 是不是因為自己不夠好 可是我覺得 本來就沒有完美的人 他對你來講也不一定是完美的 那為什麼 你選擇忠於這段感情 可是他卻辦不到呢 那就代表 你們對於愛情的感情觀 已經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時候我覺得 你不用急於就是責備你自己 而是你要去釋懷這件事 然後你要去接受 這個人他就是一個這樣子的人 就算他過去對你很好 可是他還是做這樣的事情 我現在用遮瑕 我今天換這一盤 有三個顏色可以調色 所以我現在呢 就分區的去上我的黑眼圈 遮瑕一下 今天太認真在講了 都沒講到彩妝品 劈腿這件事情呢 你原諒他的 不是只有原諒當下的那一次 而是原諒 往後日子 你想到的每一次 所以 你要原諒他 你就要想到的是 那以後日後 我想到的每一次呢 我都要持續能夠原諒他 這樣子的負荷才有意義 那如果你選擇不負荷的話呢 也沒有關係 因為花開花落嘛 這朵花竟然已經凋謝了 那就期待下一次開花的時候 你經歷的這次想通 你下一次的經濟想通 都一樣是會痛 但我覺得我們可以學習 學習去面對傷痛這件事情 學習的快速的去 接受傷痛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可以有效的幫助你 在面臨下一次離別的時候呢 可以更快速的走出來 像我其實經歷被背叛的事情 不是只有一次 我也有遇過男生 他明明就已經跟我在一起了 但是他還是會 一直不斷的跟其他女生私聊 陌生的女生 他也聊 就是各種聊就對了 被我發現他還不承認 還不覺得這件事情有什麼 我就會超級沒有安全感啊 或者是在經歷被欺騙 或者是被劈腿之後呢 對於人性這件事情呢 會開始保持著一個懷疑的態度 你會開始會覺得 我好像沒有辦法再相信人了 沒有辦法再接受愛情了 我覺得那都是還蠻正常的一件事情 可是我覺得 難道要因為自己這一次經歷的不幸 就要把自己未來能夠遇見幸福的機會給葬送嗎 每個人的內心都應該要像餐廳 他們有翻桌的機制 你看喔 你去餐廳吃飯的時候 上一桌的人把這個桌子搞得一團亂 但是他走了之後 服務員就會把這個桌子整理得非常的乾淨 然後準備迎接下一組賓客來 那我覺得人的內心也是應該要這樣 就是上一段感情無論結束的有多麼的不堪 你都應該要好好去整理你自己的內心 那這樣子下一個感情來的時候呢 才不會留有上一段感情 才留一些不信任感 不安全感等等等等的 這樣子才可以讓自己呢 擁有幸福的體質吧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 了解自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尤其是心情不好的時候 你會覺得 我這樣是不是很奇怪 我這樣是不是跟別人都不一樣 像我昨天就有受到一個 觀眾私訊我說 他跟我一樣是高敏遠 他常常被朋友說他鑽牛腳尖 然後他覺得 他是不是他真的很奇怪 真的很鑽牛腳尖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沒有我會很鑽牛腳尖 因為我很多事情想不通的話 我就會一直想一直想 然後導致自己鑽牛腳尖 可是我覺得鑽牛腳尖也不是壞事 而是當你自己發現 你自己在鑽牛腳尖的時候 你要適時的停下腳步 然後告訴自己說 欸欸欸你已經太鑽牛腳尖囉 你現在應該要休息一下囉 不要再想囉 就是為了自己好的一個手法吧 總而言之呢 我覺得無論發生什麼事情 照顧好自己是最重要的使命 因為只有自己 是要永遠陪伴自己的人 無論是喜怒哀樂 無論是開心還是傷心 你都要陪你自己走過去 因為很多時候呢 別人是沒有辦法幫助自己的 只有自己呢 才有這個能力 我今天要來畫新的口紅 我的相機要沒電了 我的天啊 欸 我的口紅啊 等一下 我今天要用的口紅呢 是這一支 我新買的 夏娜兒的這一支 有沒有很亮啊 這支是90號色 這個 它塗出來是這樣 很水潤的款 這支真的很滋潤耶 舒服 然後我還會再 因為我嘴唇比較薄 所以我會 在這個上面這個 唇峰的地方呢 再打一點打亮 還有這邊 增加嘴唇的立體度 還有這裡 好 完成 看一下我今天的妝容 今天就不戴眼鏡了 最後呢要跟大家講的就是 人家都說 你遇到你喜歡的人 你愛的人的時候 你會覺得整個世界都在發光 但我想說的是 當你真正愛自己的時候呢 你也會發光 什麼叫真正愛自己呢 我想就是 不要讓自己受委屈 勇敢的說出自己的感受 勇敢的正視自己的感受 然後呢 做做選擇 就這樣 下次再見囉 掰掰 Goodbye 掰掰